我是刘明 台湾有100多万的身心障碍人士 我也是这100多万人中的其中一人 我有一个梦想 我想为身障人士打造一个圆梦的舞台 让更多人看见他们在舞台上发热发光 跨越障碍 展现才艺 欢迎大家收看圆梦新舞台 不要只看见我看不见 虽然我看不见所有的颜色 但是我能够用心去体会所有的颜色 上帝为你关了一扇门 祂必为你开了另一扇窗 这句话是真的 如果还有可能 就给自己一个尝试的机会 这是我一直用来提醒自己 也鼓励大家这一句话 希望可以分享自己的经历 让更多人得到正能量 欢迎来到圆梦新舞台 首先介绍今天的主角 第一位是他会很多种乐器的小小音乐家 欢迎轩伟 大家好 你好 是周轩伟 好 那还有欢迎轩伟妈妈 你好 周轩伟 好 再来介绍他可以说是斜杠人生 他是作家 也是生命教育讲师 而且还是影音创作者 欢迎宜杰 你好 大家好 是 因为你们两个都是强棒 所以我们找的特别来宾也要强棒 对 要不然就没办法跟你们搭配 不会 他是资深音乐制作人 那帮过很多知名的艺人 制作专辑 而他自己也有一张专辑 叫做绝世光明 好 我们欢迎云林老师 刘大哥好 宇杰好 宇杰好 宣伟好 宣伟好 是 宣伟妈妈好 送你一份爱的礼物 我祝你幸福 李云林奉献台湾流行音乐界 30年的资深音乐制作人 制作过的专辑包括 金牌导师黄运林 金牌歌手谢雨薇 董事长乐团等 2010年更发行个人首张 爵士演唱专辑 爵士光年 重新以爵士乐行事的 轻松即兴 让那些原本就存在 大脑里的旋律 舒缓 亲切地 带我们回到60到80年代 好 接下来就是我们的 三分钟的生命故事分享 来 一切先好了 好的 好 加油 好 有什么能量 为了个有趣的灵魂 平常在家里如果没有事情就是 就是玩火啊 用电脑啊 听音乐啊 然后弄一些纸上作业 比如说协会要申请的文件 或是演讲稿 兼影片展 大部分都是采访 或是上通告 有事情就会出去 没事情我是很软的出去的 就是要穿背架 穿脚架 然后穿鞋子 坐轮椅 出门还要有鞋坡 还要叫无障碍车 到哪边结束 什么时候回来 就这一系列的SOP 对 还是有时候会觉得 好累哦 人生真的很难 但是当我忙起来的时候 就会觉得 没关系啊 关关难过 关关过嘛 毕竟都活到现在了 再放弃就有点浪费了 对不对 比起告诉大家 我是一位脊髓性肌肉萎缩症 也就是SMA患者 我更想让大家知道 我是一名作家 一名讲师 同时我也是一名影像创作者 小时候我是真的 很不想要提及自己的疾病 因为病魔太残忍 但是我想要先跟大家说明一下 这个疾病 并不会影响患者的智商 所以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大家 我的脑子是正常的 但是这也是疾病最残忍的地方 我们可以很清楚地感受到 自己的身体机能不断地退化 却无能为力 就读小学期间 因为获得了总统教育奖 我意外地从报道上得知自己的病情 也知道了自己可能活不过二十岁 当时我的脑子一片空白 从小到大我那么努力地做复健 忍受了那么多身心的疼痛 逞强地让自己尽可能地跟别人一样 我不知道这一切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放弃的念头不断地浮现 当时我经常在算自己还剩下多长时间 我还能做些什么 除了绝望 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样的形容词 可以描述我当时的状态 一直到有一位受刑人 因为看过我的报道而醒悟 写了一封信给我 我才惊觉原来这些痛苦的经历 也可以带给人力量 所以我决心要面对疾病跟人群 出版了自传《7300最频繁的收集》 也透过演讲跟影像创作 跟更多人分享经历 希望我的故事可以带给更多人力量 现在的我想要告诉大家 人生有很多的可能性 只要你愿意相信 并且为之努力 我也很清楚地明白 如果不是因为这个疾病 我就不可能在这个年纪 就拥有这么福富的经历 也不会成为此时此刻 可以带给大家正能量的我自己 谢谢大家 余杰 你好强 不愧是声音教育的讲师 侃侃而谈 有条不问 谢谢老师 好 接下来就轮到了 我们小小音乐家 那要麻烦余杰老师 对 协助她 来 我擦到一个灰尘 有一段时间呢 我还很小 然后每次我一听到垃圾车来 我就赶快冲到二楼厨房里去听 靠着琉璃台这么听 那钢琴呢 一首歌它可以把那首歌的曲子 直接听出来 是什么调 它告诉你那首调 调性是 比如芒总降A调 它就确定就是降A调 所以我后来蛮惊讶说 她觉得应该可以到这样的程度 蛮厉害的 太久没练了 她其实很容易受挫折 就觉得自己好像很不好 尤其是透过一些老师 也许一些人的话语当中 给她一些伤害 她也许不是你所喜欢的孩子 但是她有她好的一面 有她的价值 她的书名叫什么啊 爺爺的油鸡面包 哇 正确 我们看到她的妈妈她的爸爸 给她一个非常温暖的一个支持 重要的是她们没有放弃自己 她激励了别人 所以我们有一句话 努力就有希望 坚持就有未来 好 谢谢 大家好 我是周轩伟 我出生后 因早产放保温箱 导致视网膜剥离而全盲 但是爸爸妈妈没有放弃我 他们尽心养育我 加上音乐老师蔡佩山老师 对我的鼓励与陪伴 让我觉得音乐好好玩 爸爸妈妈看到我对音乐的热情 更在音乐上全力地栽培我 我在小学三年级前 在学校遭受到不太公平的对待 我有努力去改变 却没有得到很好的改善 最后爸妈决定帮我转学 我来到台中启明学校之后 我的世界不一样了 我变开朗了 在音乐的学习上也更多元化 你猜得到我会几种乐器吗 我会钢琴 直笛 中国笛 萨克斯风 爵士鼓 木香鼓 我还想再继续学习更多不同的乐器 为什么会一直想要努力地学习呢 因为我希望可以透过音乐专长 来祝福感谢帮助我的人 我也非常感谢上帝 给我聪明的头脑 健全的四肢 及敏锐的音感 虽然我从小就看不见这个美丽的世界 但是音乐丰富了我的生活 有一首歌是我很喜欢的 常常鼓励我 让我朝着我的梦想前进 现在我想来唱一小段 送给我爱的人 喊爱我的人 这首歌名叫《有你真好》 风在吹 云在飘 太阳在微微笑 大树拉小树的手 拆扬 伴随着我的祈祷 海很宽 海很宽 山很高 你的爱很重要 温柔的眼神 微信的微笑 是我最坚固的城堡 因为你的爱 因为你的好 使我温暖幸福依靠 因为你的爱 因为你的好 让我天天长大又长高 谢谢你的爱 谢谢你的爱 谢谢你的好 给我宽容耐心拥抱 谢谢你的爱 谢谢你的好 有一天我将会让你们都叫好 谢谢大家 我的分享到这里 谢谢你 以专业的角度来说 宣伟的音色非常棒 非常的干净 纯净 然后因为她也有学乐器 所以她的音准也相当的好 那严格一点来说的话 现在高音的部分稍稍有点弱 但是那个如果有受过训练以后 她会相当的好 那我很期待她未来也除了萨克斯风之外 也成为一名很好的歌者 而且又有很棒的外星 谢谢 是 那宜杰呢 宜杰的部分 说真的 宜杰刚刚也分享了说 如果她不是今天这样生理的状况的话 她可能不会有这么精彩的经历 对我来说 我真真切切地觉得 真的是说老天是公平的 但是最重要的是 宜杰她的心量是非常非常大的 所以她除了她的脑子是正常的 她的心非常地广阔这件事情 让她可以这么热情跟勇敢地面对 这么多不一样的事情的发生 这个是真的我要向你们学习的地方 这是真的 谢谢老师 是 好 问一下萱伟 你知道你今天穿得很帅 这是小西装背心对不对 打领带 你知道你的西装什么颜色吗 我不知道 不知道 所以妈妈在帮你穿衣服的时候 你没有好奇问她说 这衣服是什么颜色 会想知道吗 不会 因为有的穿就好 有的穿就好 人帅什么都可以 听说你妈妈是虎妈是不是 不是 不是啊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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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吗 是什么吗 是 是 是吗 哪一个 狮子的狮喔 对 那比老虎还严格 但是妈妈总是鼓励我 然后对我很温柔 都会让我去学我想学的 对 我觉得妈妈你真的很棒 你知道为什么 很多的身心障碍朋友的家长 觉得孩子身心障碍了 觉得对她有一些亏欠 所以反而对她的教育跟管教呢 是比较溺爱的 是 可是你从来不会因为她眼睛看不到 然后呢去溺爱对不对 对 我觉得她只是眼睛看不到 但是她很多地方并没有跟我们不一样 只要她愿意学 她都做得很好 她也会擦地板 她也会洗碗 她都可以自己来 所以你有帮妈妈洗过碗吗 我们家晚餐 吃碗 碗是她洗的 我们都会卤的 对 我们会有家是她卤的 真的很棒 其实这样很棒 这样的观念非常好 就是说让孩子她还是 就是说她生下来的条件 就是这样了 但是我们就是面对这样的情况 面对跟接受自己的不完 然后来适应生活 对 但是去珍惜自己所拥有的 是的 是 问一下妈妈 就是 当 知道 就是她生出来的时候 然后在保温箱里面 对 后来当她知道说她 眼睛是视障 一辈子在看不到的时候 你还记不记得当时你有没有大哭 没有 我就默默流眼泪 这样啊 我不是属于那种会大哭醒的 所以你是感情很内敛的 那除了默默流眼泪之外 你还有想到什么 会不会想说 那她眼睛看不到 以后未来人生的道路要怎么走下去 有 有想过 所以就开始学习 因为他们都要早聊 那就开始跟早聊的老师 然后跟着轩尾一起学习 就这样一路走上 有没有抱怨老天说 为什么我的眼睛就看不到 没有 因为我觉得或许 这就是我的功课 老天爷或许就是觉得我可以 我跟爸爸可以 所以才把他给了我们 所以我们要更用心地去 好好的让他发挥他所拥有的东西 所以轩尾 你有没有觉得你很幸运 有 就是如果眼睛是不幸的话 那么幸运的是遇到这么好的妈妈跟爸爸 对不对 对 我觉得刚才妈妈跟我妈妈的态度很像 在教育方面 都是师妈呀 师妈的 一样的 对 所以也会养成我今天比较独立的状态 就是因为这样的教育方式 是 对 因为其实你抱怨没有用啊 你不能改变现状的 的确是 如果就是去接受它 对 然后想要怎么去让自己更好 是 对 刚才听你分享的时候 你有提到你是在小四的时候 因为透过媒体的报道 对 你才知道自己的疾病 对 为什么之前都不知道 因为这个疾病是很罕见的 那时候我还想嘛 虽然不想透露年纪 那就是十几年前 对 二十几年前那时候 还没有知道正确的病名是什么 每个医生讲的都不太一样 是 那我也就不理他 反正就是不知道为什么 然后我爸妈就带着我到处看医生 求神问补 就是各种说法都有 是 所以我妈一直没有跟我解释 到底是为什么 那是因为报导 我才看到一个完整的病名 然后Google码方便 我就拿去查了一下 对 因为报导上面说 我可能活不过二十岁 对 我当然不相信报导 所以我就去查一下 求证一下 然后就发现原来这是真的 当你知道自己可能活不过二十岁的时候 你还记不记得当时的心情 我当时就是完全真的是 体会什么叫脑筋一片空白 对 然后我还问我妈说 这是真的吗 医生真的这么说吗 然后我妈就很当地说对 然后就没有再解释任何事情 然后我就自己在房间就默默流眼泪 对 那为什么不会想说你来日不多 就干脆来让自己有没有耍废下去 有 我有想过要放弃 因为我一直在强迫自己跟别人一样 因为那时候我就已经开始在演讲 比如说英语演说之类的 所以我那时候觉得 为什么要强迫自己去面对人群 为什么要做附近 为什么要那么辛苦 既然我剩下七年的时间 我干脆都不要做了 放弃这样 所以那段时间 几乎每天晚上都会哭啦 我觉得应该有一点忧郁的状态 因为白天我还是笑着面对大家的 但是晚上自己在房间的时候 就会默默的留言 对 我还自己写了一封 像日记这样的 在自己的手机里面 就是我写 每一个生命都像一颗种子 为什么只有我的没有被水浇过 为什么他们都可以走我不能走 是在那样的年纪你遇到这样的事情 你还要去面对媒体 每个媒体都会问怎么回事 问我这些问题 可是我是透过媒体才知道的 是 所以我会想说我真的不知道 对 所以那时候其实是蛮崩溃的 对 那后来为什么愿意慢慢地 再从人生的谷底往上爬起来 因为我在高中的时候收到一封信 是一个受刑人 他因为看过我的报道 就像你刚才演讲说的 对 他就醒悟了 我突然就觉得原来我这些经历 也可以带给人那么大的力量 而且也是树妹平生的人 我根本就没见过他 我就决定 那我不如把这些东西写下来 去演讲 透过影像去跟大家分享 是 可能可以影响更多的人 所以真的所谓的天不生无用之人 地不长无根之潮 那你现在比那二十岁 又赚了多少年 今年第六年 今年 刚过完生理 第六年 是 我跟一杰分享一下 我二十五岁的时候 也是到台北的某一家医院 去做身体健康检查 那医生说我大概只能够活到三十岁 那因为他说我脊椎严重侧弯 到时候会因为心肺功能衰竭而死 那一杰你现在猜猜看 我现在大概几岁 得罪人 不行 我想一下 你有没有关系 男生没有关系 六十 也就是说我比医生断定 只能活到三十岁 我又多活了一倍 对 真的是六十 真的是六十 我等一下要去签字 所以像不像 不像 不像 那同样的 对 你也要比你的大县二十岁 又多赚了六年 对不对 对 所以我二十岁生日那一年 我就写 就是说 接下来的每一天都是获得 是 这是我规定的 我从头开始 是 多的都是赚到的 对 所以其实你抱着这样的心情有没有 我就觉得说自己越来越丰富 越来越拥有 对不对 对 就是还是要看到自己有的一切 对 你计算那些失去的 太痛苦了 对 我很惭愧 我活到现在 我觉得 一杰她现在二十六岁生命 对我来说 她可能付出的努力 都比我还要多 我很惭愧 一个正向的能量 我们生存在宇宙当中 我们有太阳 我们有阳光 我们喝水 我们会不会就像那个种子一样 可是你可能是沙漠的种子 你可能你不需要水 先人长 对不对 然后你就可以 我们呼吸这个空气 我们就可以成长 那说不定就会打破了原来生理的限制 因为刘明大哥就是一个奇迹 对 那一杰也是突破了医生的说法的障碍了 那么宣伟 你的触觉是你最发达的感官 还有听觉对吧 对 所以你可以多方面的来触碰自己的身体 让你在整个音乐学习上面 包括你打鼓的时候 你身体要怎么去舞动它 包括你吹下风 你的身体怎么样跟着音乐的律动去动作它的时候 你会让你的音乐更有生命力 是 所以依杰我们彼此共勉 一起继续去赚生命赚岁 对不对 好 那我们休息一下 下一段节目就是 哇 对宣伟来说 有没有 他一定很高兴 因为就是才艺的表演 好 也谢谢老师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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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道这一切的意义 在上一段节目中 余杰和轩伟分享了他们勇敢向前行 拥抱自己梦想的故事 接下来两人将带来精彩的才艺表演 中文是一件可以让自己有很多体会的事情 会觉得可以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可以看到不一样的人啊 事情 像我去年有去上海 就觉得外面有些真的不一样 而且你可以遇到很多人 所以我觉得用上深刻还是跟人群的互动 其实人生有很多的可能性 只要你愿意相信并且为之努力 就像现在我可以来到上海跟大家分享我的经历 我只是觉得我把这件事情做好 那就足够了 对 谢谢 因为演讲主要我是要给大家启发 对 真正不要觉得不以为意的作为是没有用的 有可能会带给很多人的力量 在我们全国市场音乐里面 学伟他所谓萨克斯风 其实这四天三夜里面 我们找来的就是无限融合乐团 这些老师就是用四天三夜的时间给一首曲子 这些孩子在最短期间开始要进行分布的练习 通过这样我们发现 孩子在这几天的学习里面 每一个表现出来的那个练习 激发出来的理由不超乎我们的想象 第一次参加的时候 我是把耳朵张得很大 把它打开然后很用心地去听 后来我就懂了董老师要给我们的意义是什么 谢谢校长给我这个机会 让我可以学到很多很多的东西 我其实刚吹萨克斯风的时候声音很难听 我就很 我就有点沮丧想着 如果要是能放弃回到合唱团那个有多好 因为她看不见嘛 所以说她一定要用她的听觉 还有就是说用她的内心 因为用心的感觉 内心的感觉是最好的 希望说她真的不要浪费她的天赋 而且希望说她一步一步来 我还是想我不要放弃 如果放弃 就没有学到什么 所以我就还是继续沿路地走下去 终于走到可以吹曲子了 我还是继续沙霖是否 我还是继续沙霖的寻言 我还是继续沙霖的寶寻言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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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后就会影响肺孔了 所以就 就不要虐大家的耳朵了 不会 但很棒 朗读自己的书 对 好 我们一起来欣赏 好的 好多人问我 你在生活中有遇到什么困难吗 坦白说这个问题 基本上不能构成一个问题 我的人生就是由各种大大小小的困难 交织而成的 逆境对我而言 不是偶尔才会遇到的考验 而是天天不定时报到 但我认为只有遭遇过不顺遂 才会更认真对待自己的生命 更珍惜得来不利的一切 也更愿意付出努力 让自己站在更高的位置 以至于拥有更好的事业 如果你问我这本书有什么价值 我会告诉你 对我而言 它的价值就像卫生纸一样 当你随手可得时 不曾感受过一张卫生纸是多么的重要 但是如果有一天 它彻底地从生活中消失 也会恍然大悟 原来平时不被放在心上那样不起眼的东西 才是最不可或缺的奢侈品 而我书里的每一个字 就像卫生纸一样 就像卫生纸一样 传神 是吗 有没有卫生纸的困难吗 是 只有在需要卫生纸的时候 才知道卫生纸的珍贵 对 乙杰的思绪非常的敏锐 然后有一句话说 生命是由大大小小的困难交织而成的 这个又让我惭愧了 因为说实在的 我们这种顺遂长大的孩子 我啦 我不知道每个人可能不一样 真的没有思考过说 就是好像困难有多困难 那但是你的经验会变成是你的生命 变成说你每天从醒来开始 就是困难 而且就需要人家的帮助 那我们可能自己处理习惯了 我们不会意识到这些困难 有这么的细密的随时的存在者 这个真的是让我无法想象 然后又因为这个你的随时随地 从这么小随时随地的这种觉察 奠记到你现在你的思绪 我觉得你的冷静 跟你的思绪的敏锐度 可能是在我之上的 不要这样子 这是真的 我相信 压力宣大 宣伟是在五年级的时候 参加音乐比赛吗 Saxophone Saxophone 对 然后得到第一名 打败音乐班的同学们 那刚刚那首歌 如 Raise Me Up 老师帮他编的这个音乐伴奏里面 有从降E key升到F key 所以他的执法就会先从降E的执法 转到F的案法 那是两套不一样的进行 所以那个也是在一首曲子里面 我们听到四分钟里面 他一定做足了功课才有办法 因为其实转调是不容易的 你要说什么 然后继续加油 你要继续努力 有 谢谢 很期待 谢谢老师 妈妈要不要谈一下 是什么样的情况之下 发现宣伟她对音乐有兴趣 进而走上学习这条路 她大概两岁那边 她就拿着她那个玩具的电子琴 然后就靠在电视的喇叭上面 然后有一天 她就突然间把那个音乐弹出来 这时候我们 我就问爸爸那是她弹的吗 我说对 然后她说 所以就她开始读书 我们就觉得说 刚好有遇到那个蔡佩山老师 我们觉得她 因为她本身之前也是在那种 特教里面教音乐的 教钢琴 所以我就 我们转到起名之后 我们就让她来我们家 当宣伟的钢琴家教老师 是 那宣伟应该 偶尔或是常常都会有一些 登台演出的机会吧 也没有 也没有 对 其实世上孩子的舞台其实不多 是 何况又是这么小 对 温小宣伟 长大之后想要当什么做什么 音乐老师 音乐老师 嗯 你为什么没有想像很多 视障朋友一样当按摩师 其实当按摩很累 他可以按摩钢琴 不是 不是这个按摩的 这个按摩就是帮忙人家按摩的 因为我想要用音乐 然后来温暖大家的心 再加上妈妈告诉我 按摩很辛苦 而且赚得很少 所以我决定 我要用心地去学音乐 长大单个老师 是 太好了 真的同言同言 而且最真实的 而且事实上 音乐本来已经很显然的是他的强项了 就应该就是往这个地方去 对 宇杰 后来听你念你的书的内容 才知道7300这个数字代表什么 以前想说这到底是什么 对 很多人第一开始看到书的疑问 这到底是什么东西 对 之前出版社还建议我要不要拿掉 那个数字拿掉 我说不行 拿掉意义就不一样了 对 对 所以你在写书的过程当中 辛不辛苦 我大概花了五年的时间才写完 因为国中开始写 那时候刚好是课业最重的时候 然后就断断续续 然后身体也没有那么好 经常在医院 所以这本书其实是我在 休学的期间完成的 对 是 我知道你做了一件事情 让我自己都很佩服的 去年你曾经写了一封信 给蔡总统 对 目的是什么 我是为了帮病友争取我们的 治疗药物 好 你要不要说一下 就是我们SMA 我的疾病 它在2016年的时候 全球第一个可以治疗的 药物问世了 对 那台湾其实一直没有进展 所以我就看到很多的 病友跟家属都很心急 一直在找各种方式去 寻求用药的管道 那既然他们做不到我 那时候刚好 学业告一个段落 我就想说 我身为一个传播人 我是不是应该要体现自己的价值 帮他们做一点什么 然后我就去搜集很多资料 做好功课之后就写信给总统 对 希望可以有进展 对 那很开心现在有一点成绩 所以总统 就那边有回应是不是 对 他有回复 然后7月 今年的7月 我有跟总统当面去提这个问题 对 那现在健保署是同一级父 7岁以下的小朋友 部分的病友可以用 大概有一成的病友可以用药了 对 但将来还是希望可以放宽了 毕竟有那么多病友需要 对 就继续努力 对 所以你真的好勇敢 对 我还成立了一个协会 好棒 为了这件事情 我们最近刚成立 刚立案 叫台湾生命之虫慈善协会 台湾生命之虫 我们希望可以打开大家的生命 就是我们这个疾病的病友 好 你有了解到说像你们这种疾病 在台湾大概有多少 大概有四百个 四百多 对 那现在大概有三十位可以用药 目前就是百分之九十都没有办法用 好 所以我们要努力的地方还有很多 是 就搞了一个协会出来 对 所以你有没有发觉你自己很厉害 我想唱一首歌来祝福他们 太好了 是 我想唱祝你幸福 你会吗 我会唱 那你会唱吗 就只想唱 好 那我们一起 不是 乙杰会吗 我不会 我不会 刘铭大哥已经会了 不是 这两次唱的 好 那你两次唱 因为我很精彩 不知道这样键会不会太高 送 送你一份爱的礼物 我祝你幸福 无论你在何时或是在何处 莫忘了我的祝福 人生的旅途 有感有苦 要有坚强一致 发挥你的智慧 留下你的汗珠 创造你的幸福 哇 比老师鼓鼓掌啊 谢谢 我要心里鼓掌 对 莫掌 那轩尾 因为那个一姐姐姐手不方便鼓掌 所以你可以把她的鼓掌 那一份也算进去 好不好 好 那我们再来一次 来 给老师鼓鼓掌 太小声了 好 谢谢 好 今天非常谢谢四位 谢谢 好 我们休息一下 就是圆梦计划 像卫生纸一样 虽然平凡无奇 在上一段节目中 怡洁和轩尾表现了各自的才艺 接下来他们要一起完成 什么圆梦计划呢 刚才有看到弟弟在吹 萨克风 那以前我也是乐队般的 所以其实 大家都会希望把自己的作品 让更多人听到 有点遗憾 因为我的身体被架住 所以我没有办法现场去表演我自己的歌 但是我希望可以透过我其他的专场 让这首歌用不一样的方式去呈生 今天的圆梦计划 就从这个小而温暖的早午餐店萌芽 这里是宜杰家人的梦想发源地 宜杰将承载着这份祝福 和轩尾圆另一个属于两个人的梦 我是很想要去海边 可以去海边的时候 也顺便去取个井 我希望可以把我自己的歌 具象化 就是把它弄成一个演组这样 所以里面唱的应该是你吧 不是我啊 是我同学 我想要陪伴姐姐 一起到海边吹风 因为姐姐想去海边 我也很喜欢海边 我很希望有一天 因为我们可以到一个 没有很熟悉的地方去看看 好啊 有机会去取海边吹风 给那些比较偏向的小朋友听吗 好啊 dile δεν乱古 好 冷静 特别行 这是我什么东西 都在影跟算相副 就是自己走 去静相副 去静相副 晓reten 脱鞋 Don't give up when you feel down 與回到黑都是人生的時間 Get back up when you feel down 擁破了牆 往前生的黑沒有絕對 只要你能不停歇 好像回到我們第一小時後 感覺看到小時候的影子 就覺得它是以前的我們 然後我們是現在的自己 因為這首歌從歌迷就可以說 迂迴跟狼狽都是人生的試練 昨天他很狼狽 他很迂迴 因為他吹不出來 但是他如果成功了 我想他應該一輩子都不會忘記那段旋律 我會不會忘記那段旋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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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姐姐一起去吹風 很高興呢 我覺得很開心 然後我覺得範圍很輕鬆啦 對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有意義的一次活動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有意義的一次活動 我會不會忘記見 我會不會忘記那段旋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